大家好 我这一颗用龙骨来嫁接的齿林长大概养护了一年的时间 当时刚刚给它上班的时候比我这个拳头还要小很多 那么经过一年的时间养护 大家看一下比我这个拳头大出了好几倍 那么为什么它生长得这么快这么迅速呢 其实不外于两个方法 第一个就是给它使用适合的肥料 因为这种龙骨跟其他花卉有很大的区别 所以我们给它施肥的话一定要选用一些 高甲肥 而且我们选用高甲肥 又不想经常给它用的话 就要选这种花果中用型的控制肥 这种控制肥它的肥效比较长 用一次可以长达三个月 那么我们一年只用个三四次就可以了 直接在这个盆的表面撒上一小抓 就可以管保三个月 第二个就是修剪侧枝 像这种侧枝长得太大了 早就应该给它修剪了 如果早修剪的话 估计这个齿林长会长得更加的大 所以说当这个龙骨长一些侧芽出来的时候 一定要仔细地给它剪掉 那么我留这条枝条下来 主要的也是拿它来防殖 所以我们养护这种植物 一定要给它多施高甲肥 因为甲元素可以让它的植株锁住水分 不容易流失 不容易蒸腾作用 那么就可以让它生长得更快 而且甲元素又可以降壮它的根 不容易烂根 那么这就是养护这种植物的一些技巧 我们下一次再见 好